剛開始看NBA的我,喜歡球場上充滿爆發力速度的天才型球星 但是看到這一名球員不得讓我由衷地敬佩他,一個182公分,跳步高,充其量只是還有一點速度的瘦弱矮白隔 這樣子條件的一個人,不要說是在美國了,就連在台灣,可能直到西門町晃一圈就可以找到好幾個身材比他好的人 如果針對全世界的所有人身材以及體能狀況做分布曲線,他絕對是在條件較差的後半部裡面 他本身所擁有稱霸聯盟的記憶,全都不是因為他有完美的體能,當然更不是因為他有好的身材 他成功了克服所有不適合在籃球場上生存的體能條件,用智慧的利劍劈開所有通往籃球巨星之路上面的恨逆驚奇 1984年選秀會上,史塔克頓在第16順位被爵士隊選入 這結果出大家的意料,選秀會上球迷虛生四起,認為爵士隊只該用第一輪將史塔克頓選入 新球季,雖然史塔克頓沒什麼表現機會,但作為Ricky Green的替補他可說是非常的稱職 平均得分不高只有5.6分,但是他上場時間平均不到20分鐘的情況下可以送出5.1助攻和1.3抄截 讓教練Frank Layton相當的滿意 而他生涯第二年,也就是1986年球季,由他爵士隊以第13順位選進路易斯安納理宮的壯碩前鋒Carl Malone 對於在奧運選拔就有交情的兩人來說,這似乎像是一種牽絆 兩人也更擁有著相同的精神並一起建立深厚的革命情感 在史塔克頓生涯第4年時,總教練知道他已經準備好了 加上原本主力空位Ricky Green越來越老狀況每況愈下,全心全意投入球隊的史塔克頓終於得到重用 隨著上場時間越來越多,史塔克頓的表現更是越來越火熱 在這球季最後42場比賽裡,他有40場比賽助攻上雙,有7場比賽助攻傳出20個以上 總計下半季42場比賽,他平均角出16.4分、3.1籃板、16.4助攻、投籃命中率60%、3分命中率41.9%的頂級數據 驚奇並沒有結束,在季後賽爵士先打敗拓荒者後,在第二輪碰上西霸天洛杉磯胡人隊 而史塔克頓與魔術強生的對抗格外讓人期待,大多數人認為魔術會教訓這白人小子 不過事實卻不是如此,雖然爵士最後並未擊倒胡人,但他們已經讓這支衛冕軍嚇出了一身冷汗 因為雙方血戰7場才分出勝負,且史塔克頓的表現甚至還壓過魔術強生 1989年球季,單剛先發第二年的史塔克頓並沒有退燒,反而那把火越燒越旺 平均每場17.1分、3籃板、13.6助攻、3.2超劫 不僅纏連了助攻王還搶下超劫王成為聯盟的雙關王,並且再次入選聯盟第二隊 還成為聯盟防守第二隊的成員,已經完全證明自己是聯盟的一級球星 隨後7年持續壟斷著助攻榜,最後成為了NBA歷史上助攻的代名詞 更是與Karl Malone成為由他爵士隊隊史最偉大的傳奇聯盟最經典的雙人組之一 就連塞爾提克傳奇空位Bob Cousley都激動的直言 如果自典裡有組織空位這個名詞的話,那他的解釋一定是John Stockton 他的好兄弟與老戰友Karl Malone也很肯定的說 我敢確定,絕對不會再有下一個史塔克頓,永遠不會有 平凡,或許史塔克頓的天賦確實遠不及其他超級巨星 但是透過,非凡,的努力,他成為籃球史上最傳奇的球員之一 以上是本集的NBA狂新聞,喜歡請訂閱,我們下一集見,掰掰!